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零售的哲学》 作者是林木敏文 他是日本711便利店创始人 被誉为日本新的经营之神 711便利店是亚洲最大的连锁零售店集团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 拥有56000多家店铺 每年营收超过4000亿人民币 但是这家公司其实最早是创立在美国 林木敏文在上世纪70年代将它引进日本 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在多数人看来 零售店竞争不过大型超市 未来是没有发展空间的 但是林木敏文看到了不一样的商机 他说服所在的伊藤杨华棠成立子公司 加盟美国711 在日本做起了连锁便利店 随后的20年里 林木凭借自己高人一等的经营技巧 把711打造成了日本最大的连锁便利店 1991年 林木敏文反过来收购了美国711便利店 让711完全成为了一家日本公司 而且很快在营业额上超过母公司伊藤杨华棠 后来伊藤杨华棠和711重组成立 7&I控股集团 林木敏文顺理成章出任了新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在这个大型超市占据优势的时代 711可以说是创造了小型零售店逆袭的奇迹 他为什么能成功呢 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营秘密呢 创始人林木敏文的这本书 《灵寿的哲学》将给我们提供答案 在这本书里面 林木敏文分享了日本711便利店独特的商业逻辑 也把自己如何进行思考的过程展现了出来 《灵寿的哲学》这本书 中文版大约20万字 主要讲述了四个重点内容 第一 林木敏文为什么要把711便利店引进日本 第二 711如何颠覆传统物流体制 第三 711如何进行日常经营 第四 林木如何优化升级服务和产品 好了 现在呢 就请和我一起进入林木敏文的商业世界吧 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一部分内容 林木敏文为什么要把711便利店引进日本 林木在大学毕业后啊 先是在出版业工作了几年 31岁的时候进入日本大型连锁超市 伊藤洋华棠工作 伊藤洋华棠这家企业啊 相当于日本的加勒福或者沃尔玛 很快呢 林木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董事 在那个时候 日本正在经历高速增长 民众的消费能力飞速上升 伊藤洋华棠也迅速扩张 这种扩张和中小型零售店之间 很快就有了利益上的冲突 双方最终走上了谈判桌 作为伊藤洋华棠的代表 林木在谈判的时候提出 大型超市和中小型零售店可以共存 他认为成功经营的核心 在于产品的品质和经营管理的效率 与店铺面积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小店主们完全拒绝接受 林木敏门的观点 他们认为大超市就是想依靠规模大 价格低来击垮零售店 谈判一直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这个时候 一次去美国进修的学习体验 给了林木很大的启发 林木在加利福尼亚州 偶然看到了一家名叫711的小店 里面的食品和日用品似乎应有尽有 像个微型超市 林木敏门在日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小店 就是这一次经历 让林木第一次接触到便利店这个概念 他想 如果把美国711的模式引入日本 也许大型超市和零售便利店 就能实现供存了 林木带着这个想法回到了日本 向伊藤阳华棠的高管们 提出了想要加盟美国711 这项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多数人都认为 自从有了超市 街上的小店越来越少 这时候你还要开小店 完全是违反商业常识啊 但是呢 林木要做的是打破常识 他不同意那些反对意见 他认为 日本中小型零售店的衰落 和大型超市的崛起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是中小型零售店的经营方式 太落后了 所以才被顾客抛弃 只不过 这些落后的方式 已经存在了太久 成了经营者们的常识 看似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木指出 首先 这些小店的效率很低 开门一整天 也卖不出去什么东西 尤其到了傍晚 更是没有什么顾客光临 这些小店 希望缩短营业时间 来节省成本 于是 每天关门很早 周日歇夜 顾客的满意度 根本就高不起来 第二 只要价格便宜 就能畅销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消费者现在 都很注重品质 小店里卖的东西 只要能满足消费者 应该就能找到生存的价值 总而言之 零售店肯定不能和大超市 硬碰硬 而是要找到不同的定位 挖掘出差异化的经营特点 从根本上提高竞争力 和经营效率 这样才能做大 如果大家 只是因为看到大超市兴旺 零售店衰落的表象 就以此反对引进711 那就太片面了 这一番话说下来 高管们心服口服 加盟美国711的提议 也就顺利通过了 就这样 在1975年 日本第一家 真正意义上的便利店 诞生了 好了 关于林木敏文 创立日本711的故事 我们就讲完了 打破常识 是林木的一大特色 他这种不喜欢 没守成规的性格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 也都有充分的体现 既然便利店已经开了 那么林木下一个问题 自然就是要考虑 怎么把商品运送到店里 这就引出本书 第二个重点内容 林木是如何颠覆 传统物流体制的 在林木眼里 传统零售业的物流管理 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 是一次性大批量的进货 第二是送货效率低下 我们先来说 一次性大批量进货的问题 70年代 日本零售店管理者 都是从批发商那儿 大批量进货 等卖得差不多了 再去进一批 林木觉得 在对市场没有预判的情况下 大批进货 会让店铺挤压大量的不良库存 在日本的零售业 商品滞销 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况且 便利店本来就不大 堆满滞销产品 就离关门不远了 林木提出的改革方法 是小额配送 推行小额配送的最大难关 在于批发商 在批发商眼里 零售店一次性大批量进货 这是常识 如果按照林木的方法 改用小额配送 一下子就增加了 它的工作量和成本 所以这项改革 遭到了批发商的强烈反对 但是 林木没有退让 经过软膜硬泡 用了足足两年的时间 批发商 终于同意配合 解决了大批量进货问题之后 林木敏文又开始考虑 送货效率低下的问题 当时的日本零售业啊 每个商品的供货厂家 都是自己送自己的货 每天来711便利店的货车 有70辆 刚刚开始实行 小额配送以后 711的门店 更是变得蒙暖不堪 比如牛奶的配送 711会卖四五个牌子的牛奶 所以 每天来送货的牛奶车 就有四五辆 针对这个效率低下的问题 林木提出了 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法 这就是 商品共同配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 同一个地区的同类产品 混在一起配送 从而 减少送货次数 提高效率 这一次啊 林木又遭到了厂家供应商的强烈反对 因为 送货车是宣传自己品牌的方式之一 你们现在要用一家厂商的车 去送竞争对手的货 这基本就是白日做梦 但是啊 只要林木认准的事情 不管阻力有多大 他都会坚持到底 几年之后呢 与711合作的几家牛奶厂 终于同意了商品的共同配送 林木又一次打破常识 开了日本零售业的先河 当然啊 林木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进一步把共同配送的系统进行优化 根据货物的不同特性 把它们分成冷冻型 微冷型 温暖型 三个类别 每种类型统一运送 比如 需要冷藏的不同品牌的牛奶 和不同品牌的果汁 都可以用一辆车来运送 而这种高度集约化的共同配送体系 又反过来支持了小额配送的改革 每家711店铺的送货车 从原来的70辆减少到了9辆 现在啊 共同配送被作为经典案例 写入了物流专业的教科书 所以你看 林木这个经营之神的称号 可真不是浪得虚名 现在啊 对于林木颠覆传统物流体制的问题 我们已经讲完了 商品已经上架了 但是呢 商品不是摆上货架 就能自动畅销的 需要面对的问题 是日常的经营管理 接下来呢 我们讲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711如何利用单品管理思维 和三部工作法 进行日常经营 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单品管理 有一次林木调查 所有711加盟店 面包的备货情况时 他发现 受欢迎的面包品种 经常会断货 这在以前完全不是问题 顾客会自动选择 别的品种的面包 但是如今 消费者只会购买 他们真正想要的商品 如果这款商品缺货 他们就不买 也就是说 一个本来可以销售的商品 却因为备货不够 丧失了销售机会 从便利店的角度来看 问题在哪里呢 还是拿面包来举例 便利店习惯把 各个品种的面包 当作一个大类来管理 每个面包单品的销售动向 就被忽视了 由于经营者 不知道具体 哪种面包最畅销 所以店里 就会不断出现 断货的情况 针对这个问题啊 林木提出 经营者对每一个单品 都要进行 有针对性的管理 这就叫单品管理 为了搞清楚 711便利店里 每个品种的销售情况 详细的数据 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啊 林木注意到了 美国人发明的POSE系统 POSE系统 是一个销售信息管理系统 可以精确地 把控每个商品 在不同时间段的销售量 有了精准的数据 单品管理 就万无一失了吗 不 这只是基础 单品管理的精髓 是林木提出的 假设 执行 验证的三步工作法 只有运用这个方法 才能依靠数据 灵活做出精准的判断 现在啊 我们来仔细看看 这三步法 是怎么做的 第一步 假设 假设并不是让你凭空想象 而是要以销售数据为出发点 再结合第二天的各种情况 比如天气 温度 以及店面周围 有没有大型活动等等信息 进行客观的分析 预判顾客 在第二天的消费心理 比如说 明天附近的小学 要组织春游 那你就要多准备一些孩子们 爱吃的零食和饮料 第二步 执行 就是根据假设出来的情况 进行备货 最后一步 是验证 等一天的营业结束了 要通过POSE系统 分析当天的产品销售数量 和销售时段 来看你的假设 哪里是对的 哪里是错的 然后啊 再开始新一轮的三步工作法 为第二天的营业 做好准备 单品管理 不仅在日本711被广泛运用 后来还被林木 推广到了美国 2005年 美国711因为经营不善 被日本711收购了 公司重组之后 林木全面推广单品管理的方法 令美国711的营业额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起死回生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能一下就提高利润的魔法 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能不能时刻保持发现问题的意识 做出一个切中要害的初步假设 然后执行 验证 这种循环往复 如果你用心来实践这三步法 就能磨练出过人的商业嗅觉 为你日后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好了 到这里呢 我们第三个重点内容就讲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林木如何从顾客需求出发 优化升级711的服务和产品 我们都知道 作为便利店的经营者 要紧紧地盯住消费者的需求 但消费者对便利店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是要最新鲜的食物 还是以应俱全的日用品 其实都不是 或者不全是 林木认为 从人性的角度讲 消费者对便利店的终极需求 就是两个字 便利 因为人是一种很懒的动物 一旦享受到一次便利 就会想着 怎么才能更加便利 基于这个思路 林木开始想办法 让顾客在711 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便利 一开始呢 林木闽闻 让711提供代收水电费 和煤气费的服务 当时的日本 可没有任何电子支付手段 谁想要缴水电费 每次都必须专门跑到银行去 麻烦不说 银行平时下班早 到了周末和节假日 还会休息 相比之下呢 711全年无休 24小时营业 所以不出意料 这项服务一经推出 就大受欢迎 有力地增强了消费者的粘性 顺着这个思路 林木又想在711里 安装ATM取款机 但是只有银行 才要安装ATM机的资格 所以林木大手一挥 说咱们成立一个银行吧 这个大胆的想法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当时的日本啊 正处于泡沫经济破裂的金融危机中 有的人说 银行都要破产了 便利店还来汤浑水 还有人说 这种项目没有先例 搞起来太困难了 林木当然不会把这些反对 放在心上 因为啊 林木敏文认为 这些反对意见 都是建立在陈旧的常识之上 而他的决策 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观察之上 在林木敏文的坚持下 2001年 711创立了Seven银行 711的店铺里 也装上了ATM机 这项创新 得到了顾客的认可 取款机前 经常会排起常队 仅仅通过收取手续费 Seven银行就赚得盆满钵满 以上介绍的这两项服务啊 都是基于对顾客需求的分析 有了这两次成功的经验 林木大胆地提出 711不仅是一家便利店 还要成为市民的生活基础设施 全方位提供便利 所以在今天日本的711里 你还能使用到免费WiFi和复印服务 有空间的711会设置了桌椅 方便顾客吃东西 休息或者见朋友 说完了升级服务 我们再来看看711如何升级产品 林木告诉员工说 如果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点 那么价格再便宜也只能热卖一时 完全没有成长性可言 无法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优势 像打折促销 设计夸张的产品 或者做热点营销等经营手段 虽然可以刺激顾客进行冲动消费 但是如果没有高品质的产品 作为支撑 顾客必然不会二次消费 为了提高店内产品的品质 在2005年左右 711开始打造自由品牌食品 711的食品研发采用的是团队形式 意思是 一个新产品上市之前 不仅要经过研发负责人的同意 还要经过包括陵木在内的 所有公司高管的同意 如果在试吃的时候 任何一个高管觉得口味很一般 那这款产品就要回炉重造 在食品的研发过程中 陵木始终追求极致 比如说 如果陵木听说顾客认为 其他品牌的咖喱饭 比711的咖喱饭好吃 那711的研发团队 就必须要查清楚 两种产品的差异到底在哪 可能有人会说 吃饭这种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完全是主观的感受 你这要怎么查呀 陵木说 虽然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食材品质 调料使用量 烹调流程都量化出来 然后进行分析 这样我们就能搞清楚 人家的好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这么研究 还不能让自家的产品变得好吃 那干脆也不用拿出来卖了 否则就是伤害自己的品牌 再给大家说一个 陵木追求极致的案例 711曾经研发过一款 红豆糯米饭团 它最好的地方 就在于软糯的口感 但是在它刚被研发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的口感 负责人解释 这是因为工厂里 没有蒸糯米的机器 所以用锅煮出来的饭团 口感就没那么好了 陵木听说后 马上命令工厂更新设备 然后让研发团队 对糯米和红豆的品种 淘洗方法 浸泡时间长短 以及蒸米的方法 全都重新研究了一遍 克服了好几个难关 最终啊 红豆糯米饭团一上市 就成为了畅销产品 虽然它的价格 比其他品牌的饭团要高 但是直到今天 711红豆糯米饭团 依然畅销不衰 在灵木对自有产品的 高品质要求下 711自有品牌食品的营业额 第一年就达到了47亿人民币 然后在五年之内翻了六倍 所以说啊 对于一个零售商 降价并不是拉动销售的 唯一方法 正确的思路 应该是像灵木敏文一样 站在顾客的角度 把产品做到极致 这才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到这里呢 零售的哲学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完了 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部分 我们介绍了灵木敏文 把711便利店 引进日本的经过 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了 711在物流配送体系上的创新 这体现在小额配送 和商品共同配送 第三部分 我们介绍了711的日常运营方法 单品管理思维 和三部工作法 第四部分 我们介绍了711如何为顾客 提供便利性和高品质产品 灵木仅仅抓住顾客需求 进行创新 而这正是711成功的最大秘密 最后啊 再送给你一句灵木敏文的话 成功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 关键在于 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 运用这些能力 比别人早一步 注意到市场的变化 并找出有效应对的方法 这就是通往事业成功的正途 好 零售的哲学这本书啊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呢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再见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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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